那么在我们今天你评我也评 第二个关注的话题 那就是萨德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呢 现在美韩呢 已经表示了部署萨德的决心 而且呢韩国总统朴槿惠呢 也有一个强硬的这个表态 那么看起来呢 这个萨德部署到韩国呢 是势在必行 而且已经公布了 具体的这个部署的地点 那么朝鲜的19号试射导弹 那么官方媒体 朝鲜官方媒体 也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似乎呢朝鲜也在表明 要以强硬来表明 这个萨德呢 是阻挡不了朝鲜的这个攻势的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最近朝鲜中央电视台 公布了19号导弹试射的 更多细节 韩媒推断称 朝鲜此次试射 是将导弹车 开到高速公务上进行的 如果移动发射车 开到开城附近 那么由于萨德系统 根本无法覆盖首尔 那朝鲜就可以随时对首尔 实施致命打击 此外韩军称 朝鲜潜艇进来也有异动 朝鲜排水量为 1800吨的国密欧级潜艇 等多艘潜艇 曾一起离开了基地 靠近韩国单方面 划定的北方界线 而朝鲜炮兵部队 也正进行着 大规模火力巡面 甚至在河岛上 架射了四门火箭炮 将韩国舰艇的机动路线 纳密射程范围 随时可以发起炮击 不仅如此 韩联社消息称 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 21号发布报告说 在朝鲜宁边河设施 以西约45公里处 发现一次藏有油浓缩设施的 秘密隧道 外媒称 朝鲜很有可能在27号左右 进行第五次核实验 韩媒评论称 朝鲜这一系列动作 就是在回击萨德的部署 萨德系统非但不能保护韩国 反而激化了地区矛盾 成为朝鲜半岛危机的火药桶 确实就像刚才短片 最后一句话说的 这个萨德的部署 可能会成为朝鲜半岛的 一个新的火药桶 那关于这个萨德的话题 我们虚拟观众席讨论 也非常热烈 丽萍还有什么问题 的确热度也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 小李飞刀说 最近朝鲜公布了 导弹试射的很多细节 韩国方面说 朝鲜是把导弹车 开到高速公路上进行的 而萨德系统的覆盖范围 根本就是不能照到 也就是说不能覆盖到首尔 那么朝鲜用这个举动 想说明什么 确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萨德部署的地点 没有办法覆盖首尔 所以这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好 方斌老师 我觉得这个笑话 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号称是为了 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 部署的韩国这个萨德 连韩国的首都首尔 都保不了它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美韩 部署这个萨德系统 到底目的何在 我们之前说过太多太多 我不想再重复了 回到刚才那个网友的问题 说朝鲜这样一个举动 目的何在 我觉得朝鲜这个举动的目的 再清楚不过了 就是别想打我 虽然我的这个导弹数量比较少 虽然我这个导弹这个性能 跟你们那些东西 跟美国人手里比不了 但是我打你美国 现在慢慢能够得着了 但是我打你韩国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说以前 我的导弹固定部署 你之前还可以拿个手术刀 在我头上挥一挥的话 我现在告诉你 你那个手术刀根本无效 因为我这个导弹 在那个什么位置 你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我到公路上去发射 这个朝鲜有没有高速公路 咱们不说 它肯定是把这个导弹 拉到公路上 进行激动的这样一个发射 这就是告诉你 我这个一旦到有事的时候 我这个导弹 绝对不会在一个固定的连带的 我一定是在路上打游击的 我甚至在从山 这个从山密林中 只要有路的地方 我随时可以走 你想找到我 门都没有 但是你只要对我构成威胁 我随时可以用这种导弹 射程不太远 精度不太高的 但是我打你手耳 没有任何问题的导弹 对你构成足够的威胁 想玩 咱们就继续玩下去 我想这是朝鲜 想跟它表明的一个态度 嗯